第1631章赌门沙 韩北道各地越来越多未知的怪诀出现或怪诀变得狂暴 而袭击村子、城镇、黑水都护府将要点燃的战火 让韩北道的气氛变得凝重紧张 韩北道生活的人们都能轻易嗅到风烟四起的气味 边境上双方对峙的人数都在增加 西梁军营已经增至八个 西梁军每天都会派出数十成白武者小队出来挑衅 为了保持士气,韩北军同样会派出五者小队应战 双方小队之间互有胜负 周凡在默默关注这些事的时候 他终于踏入了零念境中期 不过为此他花光了自己的大灰虫 就连小丫头给他存的也花掉了九成 才买得足够的百念丸 尤其他现在还欠万国之皇的一百万条大灰虫 所以他等于成了负资产 要不是万国之皇愿意借大灰虫 他的大灰虫肯定是远远不够的 他心里一阵无奈 他想去仇大灰虫也没有时间 只能等这场战争结束才说 唯一值得安慰的是 他进入零念境中期 实力再次有了不小的进步 在他稳固境界时 杜尼给他发来了一道消息 周凡拿起消息服一看 他脸色立刻凝重起来 周凡很快就离开居住的地方 与杜尼碰面 现在韩北道主府 周凡真正信赖的人也就只有杜尼与夜来天乡 后十三剑与熊飞秀这些人都赶赴了黑水都护府前线 为战斗做准备 杜尼与夜来天乡留在韩北道城做事 因为少了很多人 所以两人都很忙碌 此次夜来天乡就没有时间过来 他从天南到带来的这些人成长都很快 就算寿侯也是如此 当初以为是亏本买卖 但现在看来大转特转 他就在城外吗 周凡问 是杜尼道 在发现他的时候 我就让府里的人封进了各个城门 走 我们去看看 周凡道 他施展幻术 做了伪装 然后就与杜尼一起来到了外城的城墙上 在城墙下的百丈外果然占了一个人 这个人是西凉狂血宗主天下第三 在刚刚不久 他出手涂了一支从韩北道城外城出来的一支商队 那支商队没有任何人活下来 地上还躺着尸体 鲜血还没有凝固 杀完那支商队之后 他就大声爆出了自己姓名 这姓名让外城巡逻 引一支奔出去的武者小队 飞速退了回去 本来他能不报姓名杀更多的人 但他还是爆出了自己的姓名 他不是怜惜人命 而是因为他是天下第三 他不屑做这样的小事 他要杀人就光明正大杀 让人知道是他天下第三杀的 城墙上观察的武者都是脸色沉重 虽然有着守护大阵在 就算是天下第三也不敢杀进城中 但这样一个西凉高手守在城外 对韩北道城来说 绝对是一种压力 要不要派人去试探一下他 杜尼看着城外轻声问道 现在城墙上的武者 也不知道杜尼身边的就是他们的 韩北道主 不用试探 除了天下第三还会有谁 周凡同样盯着城墙下的那人 我是说试探他的实力 杜尼解释道 你真的有把握能赢吗 之前周凡告诉过杜尼他们 隐藏身份的理由就是他的实力 能够杀了天下第三 但现在所有人都知道天下第三是 原神境修士 原神境在大魏就是书院大先生大佛四首座这样的大人物 周凡被誉为爵士天才 但修行的时间还是太短了 杜尼有些担心周凡未必是天下第三的对手 就算赢不了 我也不会有事 周凡有些遗憾道 可惜可惜 罗征天没有出现 他知道罗征天肯定是继续往边境去了 而天下第三明白韩北道那边的军营肯定是早已有所布置 以防止有西凉的顶尖修士席营 所以他去了边境在战争真正开始前作用也不大 还不如留在敌人的大后方捣乱 四 韩北道成就是他首选的目标 如果韩北道成被他杀的只能避城不出 那他对西凉的作用就显现出来了 这也是罗征天其中一个布置 杜尼剑周凡这样说 他就点头道 我让城中舞者准备 随时可以支援你 不需要支援 周凡施展玉丰树 从城墙上飞了下去 城墙舞者一片哗然 他们没有想到有人敢从城墙上下去 在他们看来 韩北道成根本就没有人会是天下第三的对手 就算韩北道主在 也不可能是 周凡从城墙上下去的时候 他只是心念一动 就卸除了幻术伪装 动用望远器具或使用眼识的武者修士都是这么一下 他们都认得周凡 道主什么时候回来了 道主要挑战天下第三 他们的头皮一阵发麻 道主什么时候回来不知道 但现在下去 这不是送死吗 周凡落在地上 天下第三看着他微微挑眉 我认得你 韩北道主周凡 大魏最年轻的道主 就算天下第三再狂 他也不可能连大魏一些知名大人物的画像都没有见过 所以他一眼就认出这个秃头少年就是周凡 周凡笑道 正是在下 不知罗大将军又在哪里呢 他呀 狡猾得很 怎么会把行踪告诉我 天下第三摇头道 你能够在这个年龄当上韩北道主 我们西凡称你为大魏最出色的天才 可惜今天就要在这里夭折了 你要是在晚三十年或者等进入原神进才来挑战我 那才是最合适的 现在你来早了 周凡哈哈大笑起来 他的笑声在风中飘荡 江山带有人才出 你老了 时代也在变 你自称天下第三早就成了笑话 天下第三同样在狂笑 有趣有趣 我从来没有见过敢比我狂妄的人 我就要看你有什么本事能够在我的手中逃脱 你刚才说我没有进入原神进 周凡脸上笑容收敛 现在我要告诉你 我有没有进入原神进 周凡的眼眸暗淡了下去 金色光芒不断从他身体飞出 化作了一个金色光人 天下第三脸露金乐之色 这人居然这么年轻就进入了原神进 城墙上的舞者同样都是震惊 他们的道主成了原神进修士 周凡所画的金色光人化作金色流光 往天下第三极射而去 速度快的就四时间几乎停止了一样 第1632章天下第三 金色光人所画金色流光快如绝伦 天下第三在飞速后退的同时 他的身体拉扯出血色流光 金色流光与血色流光碰撞在一起 轰蒙一声 巨大的能量风暴肆虐而开 大地被炸出了巨大的坑 能量乱流撞击在城墙上 城墙的防御阵法立刻被激活 金色流光与血色流光的交战猛烈得吓人 周围一切都被毁掉 唯独两具躯壳不受影响漂浮在空中 如果想趁着原神进修士原神出窍通袭其躯壳 那这种想法会显得幼稚可笑 因为原神修士在出窍之前 会留着足够的东西保护他们的肉身 并且他们能够在一念之间回到肉身内 若非同样是原神进修士 偷袭是没有意义的 但若有两个原神进修士对付一个原神进修士 又何必再偷袭 拖出原神的天下第三脸色越来越凝重 眼前这年轻人原神之凝固 对原神的熟练运用 简直就不似是新手 周凡才几岁 未满十八岁 一个未满十八岁的原神修士 天下第三度机遇狂 他一向自食甚高 但现在也不得不承认 这人的天赋比他高很多 越是如此 他杀心就越重 他要杀了这人 不是为了稀粮 而是为了自己 一个比他年轻比他天赋高的修士 他忍受不了这个事实 他狂吼出声 原神的血光越来越浓 狂血综的原神功法就是越癫狂就越强 他施展出只有原神修士才有的原神技 他的原神在变化 变得越来越大 眨眼就有一丈高 本命法宝血龙铲飞了出来 天下第三手握血龙铲 朝着周凡的原神拍了过去 你以为只有你会变吗 周凡的金色原神哈哈一笑 他同样在变高变大 变得足有三丈高 血色原神只有金色原神的三分之一高 金色原神手掌随意一拍 手掌纹路清晰可见 天下第三面露金色 他怒吼一声 血龙铲化作一条血龙银了上去 哄 两者碰撞 金色与血色光滑犹如涟漪一般扩散而出 不远处外城的守护大阵也被阵得抖了抖 天下第三更是发狂起来 只是他的原神完全被压制住了 对方的原神强得吓人 不可能 不可能 天下第三怒声连连 对方使用了比他更强大的原神剂 那原神之力依然生生不息 而他已经开始感到自己的原神已经衰竭 原神修是能够原神离体游走 但却无法长时间离开肉身躯壳 有什么不可能的 你不是已经看到了吗 金色原神的声音缓缓扩散在空中 你连我都赢不了 还敢自称天下第三 金色原神的身上开始延伸出无数金色的手臂 犹如佛家的牵手佛 出游镜 你进入了出游镜 天下第三面露金色 如此强大的原神之力 除了出游镜他想不出第二个可能 金色原神微微一笑 千只金色的手掌拍了下来 天下第三一脸惊慌 他的原神飞退 要进入自己的躯壳之内 然后赶快逃离这个可怕的敌人 只是金色手掌层层叠叠 竟然带着禁锢之力 使得他的原神的速度变慢了数十倍 天下第三尽力躲避着金色手掌 每一只金色手掌都在大地上留下深深的掌印 金色手掌不断爆发出强大的原神之力 天下第三发出了哀恐之极的叫声 他成就原神之后 从来没有遇到这么可怕的对手 他心想恐怕只有书院圣人 与大佛四老手作能胜过这周返了 他感觉自己在黑暗中不断坠落 坠落 那巨大的金色原神不见了 牵手佛掌也消散了 直至一切消散时 天下第三金额看着眼前周凡 周围成了一个巨大深坑 他与周凡都悬浮着 他没有死 只是身体的真元与魂力都快消耗殆尽 只剩下一丝真元魂力支撑他悬浮着 他忽然醒悟过来 他刚才陷入了可怕的幻象之中 那这深坑就是他弄出来的 而他的原神居然没有识破这幻象 周凡抽出了新双刀 平静看着天下第三 他的王之鬼想可是随着境界提升不断提升 在他落地那瞬间 王之鬼想就敲无声息展开了 天下第三是原神境 要不是使用王之鬼想 想赢就没有这么容易了 饶是如此 他还使用了新之法则与龙神语 才避开陷入幻象之中天下第三的原神攻击 天下第三毕竟境界比他高 无法将其拉入更深层次的幻象之中 要不然天下第三就只能站着让他杀死了 城墙上一片寂静 在天下第三的原神全力施展下 现在战斗结束 他们才看清楚 但他们也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 天下第三脸色苍白起来 你 你自刚出口 周凡的刀就劈了下来 灌注强大真元的新双刀把天下第三的头颅劈了下来 他可不想给天下第三任何的机会 毕竟他不知道天下第三会不会掌握了迅速恢复真元的秘术 只有死人才不会有威胁 天下第三的头颅落在地上 但是他的头颅与身体散发出血光 血光汇聚成团往外逃去 元神修士就算肉身被毁 也能元神出窍活一段时间 说不定能就此寻到一线生机 周凡还是保持了平静的脸色 无数念头汇聚在一起的灵念围住了那血光元神 元神一般会比灵念尽修士的灵念强 只是这元神没了躯壳 本来就弱 又因为之前不断使用元神之力 就更弱了 周凡的灵念将那团血光绞杀成无数团 绝光发出了惨豪哀叫之声 最后散作了无数光丽彻底消散 如此天下第三才算是真正死去 也唯有灵念尽修士才能如此彻底杀死元神修士 城墙上观望的杜尼宇 后来感到的夜来天香都是瞪大了眼 天下第三就这样被周凡杀死了 在他们看来战斗很激烈 但曾经的铜窗杀死了他们只能抬头仰望的强大修士 这如何让他们不感到吃惊 城墙上的舞者修士们同样如此 沉寂了一会 才有欢呼声爆发出来 天下第三 不知有谁喊了起来 接着更多的人喊了起来 声音汇聚在一起 爆发出巨大的声浪 在这些人眼中 他们的道主才是名正言顺的天下第三 第1633章战争 在天下第三的呼声之中 杜尼与夜来天香都是尝试平复波澜起伏的心境 他们的心情都很复杂 想当初他们在高相书院与周凡相逢时 修为境界相差不多 只是这才过了多久 他们都顺利进入道境 成为了修士 在同龄人中绝对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 但与周凡相比 他们无论如何都骄傲不起来 差距犹如天欠 他真是一个怪胎 杜尼叹了口气道 面对这样的人 他心里面生不起任何争强斗胜的想法了 夜来天香也是轻轻点头 认可杜尼的说法 这样的静静已经无法用天才来形容 只有用怪胎妖孽这样的词汇才能形容他了 他又默默地想 要不是我喜欢了李姐姐 我可能会喜欢他的 周凡抽刀入窍 施展玉丰树 往城墙上飞去 他面露微笑 罗征添送了他一份大礼 他展露真正面目 让城里这么多人看到他杀死了天下第三 就是因为现在士气有些低迷的 韩北道需要这样的一场胜利来提振士气 有他这样一个能够击杀人神修士的道主坐镇 这足以提振士气 在韩北道主府的友谊宣扬下 周凡击杀天下第三的消息非一般传播开来 传到边境 韩北军营都是发出一阵阵欢呼声 当天韩北军营就有数白武者小队去挑衅西凉军 西凉军悍然应战 但饶是如此 这天西凉军输多胜少 还没有到达边境的一支队伍 正在荒野外停了下来 身穿白袍的青年人在收到消息之后 就一直静坐不动 身手强悍的属下们都不敢出声打扰大将军的思索 白袍青年人眼神冷然 他倾笑出声 等军营到齐 就让他们发动攻击 是 属下抱权音道 立刻把命令传出去 大将军最重军规 没有任何军营敢违背他的命令 只要他发布了命令 那所有军营都会一丝不苟执行下去 曾有一营将军故意拖延 不执行军令 被大将军调及三营大军 将之杀死 而这营将军还是出自西凉皇室 最后西凉皇帝为此还专门向大将军道歉 从此之后 就再也没有人敢违抗大将军的命令 甚至有人说大将军要十六营攻打西凉皇兜 十六营都会毫不犹豫执行命令 罗征天在命令发布之后 并没有因为收到韩北道主终凡杀死天下第三的消息 而急着赶路 他还是让属下们留在原地歇息 事情不发生都发生了 急又有什么用 秦军打仗最忌讳心服气躁 天下第三死了 那中凡进入原神境 那又如何 天下第三死了 对西凉来说 损失了一个顶尖修士 但对这战局影响不大 一个原神境修士 还无法影响这么大型的战争 想在万军维护之下执行斩首战术 更是不可能 真敢来 就用人海战术把他硬生生耗死 整个大魏对罗征天而言 真正能够影响战局走向的是那面镜子 西凉与冬月都是为此而不敢踏足大魏一步 每次战争都是只能挨打 只是那面镜子已经无法再用 他又需畏惧谁 辽阔的高空上有着雄鹰展翅飞翔 他面露淡淡的笑意 属下门都是心脏急剧跳了跳 大魏或许知道大将军的存在 知道大将军厉害 但却不知他有多么可怕 大将军自小就在军营中长大 因为修行资质不行 只能苦心钻研兵法 再加上西凉苦寒 时不时就有人起义作乱 大将军从小就随军参与各种战争 大大小小的战争慢慢使得大将军成长起来 西凉皇帝曾言大将军是西凉最重要的人 西凉的顶尖修士可以死 他这个天子也可以死 但大将军不行 因为有大将军在 西凉军力才能蒸蒸日上 因为有大将军在 大魏要是赶入侵西凉 也会被打回去 自从大将军真正开始率领军队之后 就从来没有输过一场 战争是最没有意思的事 也是最有意思的事 罗征天没有在看天上的雄鹰低头亲生自语道 韩北道主府在猜他会如何打这场战争 但其实答案很简单 这场战争的结果从一开始就注定了 所以战争才是最没有意思的事情 不仅仅是这场战争 所有战争都是如此 结局都是注定的 战争是最有意思的事 是因为他享受追逐胜利的过程 竟都因为没有了守护大阵 怪诀袭击的事情频频发生 禁都的人们每天都活在恐惧之中 而怪诀袭击同样被分开处理 宜兰斯总府与书院的区域就是他们处理 世家与大佛寺的区域就是世家大佛寺处理 但即使处理及时 每天都会有不少人因为怪诀前进城中被杀死 在以前 禁都也会发生怪诀杀人事件 但与现在的数目相比 简直是不值一提 商业也开始凋敝 有不少商队都不敢再进入禁都 害怕斯纳耶那样被卷入战争之中 商业凋敝 使得禁都物价飞涨 禁都百姓生活越来越艰难 原本繁华的城市以难以想象的速度在衰落 以往整洁的街道上堆放着垃圾 垃圾散发臭气 苍蝇围着嗡嗡嗡叫 街道上的人越来越少 部分有能力的小世家大商谷都在搬离禁都或考虑搬离禁都 只是大卫各地怪诀现象爆发 似乎去哪里都不安全 就算是世家商谷都不得不考虑这个现实问题 日子变得越来越艰难 现在禁都维持了平衡 但所有势力都知道 这种平衡终究会被打破 就是不知什么时候被打破 谁又能获得最终的胜利而已 中凡杀了天下第三的消息 不用半炷香时间就传到了禁都 传入了各方势力首领的耳中 这中凡 正在喝茶的东门吹笛听到这消息 整个人都跃了起来 落在地上庞大的体重 使得地面都跟着抖了三抖 消息确认吗 东门吹笛看着自己手下问 千针万确 就是在寒北道城墙下 很多人都看到了 手下道 天下第三真的死在了周凡的手中 我的乖乖 东门吹笛称目则舌 这周凡真变态 他怎么做到的 不过他很快大笑起来 三乡是家要头痛了 第1634章再次邀请 你与天下第三一起出手对付俄公公 他的实力如何 叶高山脸色凝重问萧辉 萧辉素然道 与我相差不多 他是那种狂妄充满攻击性的修士 也因为此 即使他只有元神境中期 但在我们这些元神修士中 实力算是终上的存在 也就是说那周凡早已进入了元神境 王道子脸色阴沉 难怪能杀死我们三个灵念境修士 那也要是没有目前备在 我们恐怕就要输了 那周凡的境界应该是进入了元神境 萧辉吸了口冷气 大魏有史以来 出现过这么年轻的元神境吗 他会不会也是修炼了天不残地不缺大宏愿功 在萧辉看来 也就只有天不残地不缺大宏愿功 才可能有如此快进进了 即使是同样能修炼天不残地不缺大宏愿功的修士 也会因为其立下的宏愿与修行资质不同 进进速度也会有很大不同 所以萧辉觉得他做不到的事情 周凡未必做不到 未必如此 叶高山出生道 还有一个可能 萧辉与王道子看向叶高山 那就是他的年龄有问题 叶高山道 从我们得到的资料来看 说他出生一个小村子 但我们都知道他是周家于孽 他出生小村子的说法就不可信 他的年龄也可能是假的 他看起来年龄不大 但说不定是一个年龄两三百岁的老怪物 教会与王道子面面相去 他们心里面不得不承认 叶高山这个说法很有可能 不管他的年龄多大 但他始终是袁神静 王道子说 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袁神静修士实力太可怕了 周凡与他们三家的仇恨太深了 对他们来说 这绝对不是什么好事 目前被那边答应了吗 教会道 没有 叶高山咳嗽了起来 对方胃口大得吓人 但在发现周凡是袁神静修士之后 他们就越发需要目求见这样的修士 我会提高报价 这样最好 教会咬牙道 而且要快才行 我怕那周凡会放弃 韩北道来找我们的麻烦 要是周凡弃韩北道不顾 再来劲斗 与书院大先生联手发动强攻 他们未必能够似上次那样打赢这场战争了 即使就算书院那边能赢 也会元气大伤 但书院要是下了决心 这种事不是没有可能发生的 要不是真的到了没办法的时候 周凡不会放弃韩北道的 王道子冷静判断道 不过确实有必要预防这种事情的发生 三人很快下了决心 必须尽快将目前被请回来 天下第三死了 西梁军却没有失去冷静 贸然发动攻击 这让韩北道主府有些失望 本来他们以为西梁军会立刻发动攻击 并为此做好了准备 看来西梁军不做好准备 是不可能发动攻击的 而沧东道那边已经遭到了冬月的入侵 战火在沧东道燃烧了起来 韩北道与沧东道相提邻 但韩北道自身难保 当然无法出兵帮助沧东道 西梁与冬月的谋划天下皆知 一国攻下一道 然后再相互合作 将韩北沧东两道勾连起来 协助防御 不让大卫有任何机会夺回这两道 周梵没有急着赶去黑水都护府前线 他留在了韩北道主府 因为他现在已经能利用监狱穿梭 想到边境去 只是瞬间的事情 他故意在外面四处露面 让人以为他不会到边境上去 只想坐镇韩北道主府 这样当他瞬间到达边境时 就能起到出其不意的作用 天下第三来的有些晚 天下所有人都以为他是赶路回来 没想到他早已回到了韩北道主府 道主府参谋们都做出了结论 西梁不会等太长的时间 等他们准备好 就会伸出那蜂蜜爪子 试图撕破大卫布置的防线 反而是周深深总算到了韩北道 但没有来韩北道成见周凡 直接往边境去了 周凡对此只是倾笑一声 他知道周深深一向将他当作最大对手 现在自己击败了袁神镜 周深深肯定是感到了压力 在气氛紧张的战前 李九月却通过传音御服联系了周凡 周兄 我到韩北道成了 李九月大笑的声音从传音御服之中传了出来 你来道成做什么 周凡正了一下问 之前李九月可从来没说他要来韩北道成 周兄忘记我家是做什么的了吗 李九月笑道 我家是经商的 现在韩北道处于战争时期 那就遍地黄金等着我用麻袋来捡 当然前提是周兄别输了这场战争 要不然这就不是遍地黄金 而是捡了垃圾回去 到时我就血本无归了 周凡道 你倒是对我有信心 只是我也对自己也没有信心能赢这场战争 周兄我不信你信谁 李九月哈哈笑道 要是输了 最多我们一起输 周兄要是有时间 你过来我备好宴席商量一下如何合作的事情 你看如何 周兄放心 月牙商号支援韩北道 是希望打赢这场战后取得丰厚的回报 现在可是不赚钱的 周凡有些犹豫 他也明白李九月的好意 月牙商号算是大位顶尖的商号 财力雄厚 而战争的本质就是烧钱 这段时间的战争筹备 不仅仅将韩北道主府所有家底都投了进去 一些支持道主府的世家与周凡都垫付了不少钱财进去 韩北道主府也试图向那些商号借钱借物 但那些商号并不看好韩北道主府能够赢得战争 把西梁军打回去 商人重力 就没有多少商号愿意将钱借给韩北道主府 现在月牙商号说要全力支持韩北道 打赢这场战争 对韩北道来说那就是雪中送炭 他犹豫不是想拒绝李九月的好意 而是上次与李重娘谈话之后 他答应了李重娘不再见面的 周兄 重娘可没有过来 你答应不见重娘 可没有说连我都不见吧 李九月笑着说 好 周凡答应了下来 重娘不在就不算他违背诺言 李九月把地址给了周凡 两人约定待会见面 他就断开了通话 周凡收起传音御符 他脸上露出了思索之色 感觉李九月似乎想与谈的不仅仅是合作的事情 他没有多想 李九月不会害他 等见到他就知道他葫芦里卖什么药了 第1635章杨飞 韩北道主府肯定有西凉探子盯着这里 周凡要去见李九月 他这次就没有光明正大出去 而是与杜尼夜来天相说了一声之后 就施展幻术 伪装成府里一个舞者 离开了韩北道主府 从府里出来 内城平时嘻嘻嚷嚷的街道变得冷清了很多 即使战火还没有烧到韩北道城 但战争还是不可避免影响了这里 百叶萧条 这种事暂时没有办法解决 只有等战争结束之后 才可能慢慢恢复过来 只是就算战争结束 大劫征兆已经出现 千年一次大劫 能活下来的人不足一成 而且这还是因为大魏天子使用通天境帮忙的原因 但现在通天境被封禁住了 大魏前程渺茫 周凡琢磨着这些事情 他很快来到了内城一处幽静的庄园之中 月牙商号拥有的产业实在太多了 这处庄园属于月牙商号 他并不感到奇怪 庄园门外 有两个仆从守着 周凡上前 说自己要找李九月 大人 快请进 那两个仆从连忙打开门 让周凡进去 庄园主人早已有吩咐 知道李九月名字的 就是庄园的客人 周凡跟着一个仆从 在一处小院内寻到了李九月 小院盛开着样色不一的下花 酒席已经摆好 仆从退了下去之后 李九月笑着拱手道 周兄 恭喜你成为天下第三 可惜我来晚了一些 没有看到周兄打败 那狂血宗主的风采 周凡与李九月一起落座之后 没好气到 什么天下第三 我才没有那狂血宗主 这么不知天高地厚 就算在大卫 除了书院圣人 与老手作外 其余原神修饰 也不是好对付 如书院大先生 建宗宗主 他在没有进入 原神境之前 并没有把握稳圣 更别说还有实力很强的鹅公公 狂血宗主那天下第三 本来就是一个狂妄笑话 李九月拿起酒壶给周凡争酒 他面带笑意道 就算不是天下第三 在大卫也是寥寥可数的高手 在年轻一辈中 还有多少人是周兄的对手 周凡拿起酒杯饮了口酒 你找我来只是想谈支持 韩北道的事情吗 周兄为什么这样说 李九月也喝了一杯酒 他漆黑眼瞳带着浅浅笑意 我觉得不会仅仅是如此 周凡道 你这人花花肠子多得很 如果只是想谈合作 可以让月牙商号的管事 来到主府洽谈就好了 我会让到主府尽量 给予月牙商号多的回报 这种时候 就算是寻常商号 要支持韩北道主府 他也会在打赢之后 给予后报 更别说他与李九月私交很好 当然不会亏待了月牙商号 合作的事情 我当然不担心 李九月道 还是周兄了解我 今天来是有其他事想告诉周兄 好事还是坏事 周凡用筷子加菜吃了起来 不知道啊 李九月挠了挠头 周兄还记得以前你说 朋友之间有自己的秘密 这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 也应该互相体谅 周凡微微点头 他是说过类似的话 他知道李九月有自己的秘密 但同样他也有自己的秘密 他说他不去打探李九月的秘密 今天我打算把自己心里面 隐藏的秘密告诉周兄 李九月一脸正重道 等等 周凡挥手阻止李九月说下去 你为什么突然就想说了 因为已经没有保密的必要了 李九月倒了一杯酒给自己 他低头饮酒 那你可要想好 周凡道 秘密之所以是秘密 那是因为他没有告诉人 要是说出来 那就不算是秘密 虽然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个秘密 但我可不会用自己的秘密来交换你的秘密 自离开静兜之后 我就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我是想好了再来找周兄的 李九月道 之所以会告诉周兄 那是因为我的秘密涉及了虫娘 也与周兄有一定的关系 周凡放下了筷子 他脸色变得有些严肃起来 李九月这样说 那这秘密可能涉及了虫娘与九月无法分开的缘由 周兄 可去过秘密格 李九月问 去过 周凡点头道 秘密格是他最忌惮的一个势力 那周兄应该知道秘密格希望得到关于大卫的十大消息 李九月说 周兄没有听过也无所谓 那十大消息排在第四的是十七年前宫廷内乱的起源 这个我知道 周凡道 但我知道的不多 只是听闻十七年前进宫发生了一场内乱 当时死了不少人 是的 实情是名为杨妃的妃子 他发动了宫变 在宫中杀了很多与他敌对的人 其中还包括了皇后与一些贵妃 进宫始终掌握在天子手中 那杨妃就算再厉害 也不可能是天子的对手 她的宫变失败了 她被杀死 人魂都被抽出来灭掉 死后吊在宫中城墙暴晒 那场宫变后 城墙都被叛乱者的血染红了 李九月脸色复杂到 周凡静静听着 她知道这杨妃可能与李九月的秘密 有很大的关系 抛开善恶不谈 杨妃是一个很传奇的人物 她与周兄一样出自一个小村子 后来从村子走出来 经历了很多不为人所知的事情 直至成了大魏天子的妃子 而且她修为很高 达到了灵念境 周凡听着李九月的述说 面露恶然 她是因为有传的帮忙 才到了灵念境 那杨妃从一个小村子出来 能够进入灵念境 这人未免太厉害了 她来自什么派系 周凡忍不住问 她没有派系 李九月摇头说 她不属于书院 大佛寺 世家 小佛寺任何一个派系 她一直是靠自己 她自成一派 当然在成七后前或许借助了一些皇室的力量 这么厉害的一个人 她为什么要进攻成为天子的妃子 周凡面露好奇之色问 有着这样的修为 成为天子妃子并不是一个好选择 大为天子的妃子太多了 李九月又饮了一杯酒 她眼神有些迷离 我也不知道 她可没有告诉我 为什么要成为天子的妃子 第1636章 野心勃勃 杨妃没有告诉她 为什么要成为皇妃 周凡沉默 她心里面有了些猜测 周兄李九月眼神变得清澈起来 你还记得三秋村附近的那个叫野古村的荒村吗 杨妃就是出自那个村子 周凡面露惊诧 因为采一体缘故 三秋村搬迁到了新的地方 而那地方原来就是属于一个叫野古村的荒村 野古村是因为谋反 才被官家途进了全村 她之前一直以为李九月是野古村的后裔 与官家是敌对的 但是现在 你的意思是野古村是因为杨妃的缘故才被下令涂掉的 周凡道 是 一万三千人 全是因为此事而死 李九月道 这不是大魏天子下令的 他还不至于这等气量都没有 是那些因为杨妃而死去仇敌的亲族筹谋推动的 杀他们是为了泄恨 后来大魏天子知道了此事 还杀了一批主侍者 但因为事情已经发生 所以只能算在官家的头上 杨妃也许没预料到那些人会这样做 但这事却是她的错 李九月面露愧疚道 杨妃为什么会谋反 周凡问 因为她天生有一种强大的绝人天赋 李九月叹气道 周兄对这种绝人天赋不会陌生 这种绝人天赋就是大魏天春秋 大魏天春秋 周凡恶然道 她当然熟悉这种来自孟春秋不可知其怪绝的绝人天赋 被周小猫称为她那个时代的十大绝人天赋之一 这种绝人天赋与梦有关 不仅能潜入别人的梦境中 就算是梦境中发生的事情也能作用于现实之中 当初她就是因为被崇娘潜入梦境中被趴 才有了梦梦这个女儿 崇娘与梦梦都有这种名为大梦千春秋的绝人天赋 那崇娘与杨妃 周凡觉得脑袋有些混乱 她之前认为九月与杨妃有关系 为什么现在崇娘又与杨妃扯上了关系 周兄不用着急 这个我待会再告诉你 李九月引了一杯酒道 我们先说杨妃的故事 周凡勉强稳定心神 她没有问 而是耐心听 她也想知道杨妃的谋反与绝人天赋有什么关系 杨妃是因为这种绝人天赋 她才能从一个村野女子成为了林念镜高手 李九月说 这种绝人天赋很特殊 很少有人知道她是绝人 就连大卫天子都不知道 我以前听她说过 她利用这种绝人天赋 潜入过很多人的梦境 看过那些人的很多秘密 利用这些秘密做成了很多事 偶尔也会在梦中 对那些人施加现实影响 这绝人天赋是她最大的秘密 大卫天子也一无所知 有一天 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她做了一个大胆决定 潜入了大卫天子的梦中 潜入大卫天子的梦中 周凡抽了口冷气 大卫天子可以说是大卫最神秘的人 要是杨妃能够从梦中窥探到大卫天子与大卫皇室的秘密 她忽而有个大胆的想法 杨妃会进攻成为皇妃 本来就是冲着大卫天子与通天境去的 这个女人从乡野之间崛起 在大卫自成一派 本来就不是什么善良弱女子 更可能是一个野心勃勃之徒 她看到了大卫天子的部分秘密 李九月盯着酒杯 但大卫天子可是拥有通天境的 通天境的力量帮助大卫天子警醒 发现是她窥探了她的秘密 她知道大卫天子肯定饶不了她 她又心里明白自己不会是大卫天子的对手 她陷入了绝境 大卫天子盯着她 她更不可能逃出通天境所成的进攻 此之没有活路的她 为了她的孩子 她临死前发动了宫变 把她在宫中的对头都杀死了 宫变很突然 就算是大卫天子也无法阻止她完成了自己的想法 后来她的下场你也知道了 这就是杨妃的故事 李九月面露悲伤 无论那个女人生前是善是恶 但她死了的是还是影响了她的一生 终反感觉到李九月的悲伤 她没有出生 只是等李九月的情绪平复回来 杨妃死了 因为她向大卫天子保证 她没有把她的秘密告诉任何人 尤其是她的孩子 也或许因为这终究是皇室血脉 大卫天子饶了那孩子一命 李九月安静了一下说 那孩子就是126皇子李玄月 皇子 中凡正住了 她心里想的是杨妃生下的是崇娘 因为两人都有着相同的绝人天赋 现在李九月说是皇子 那崇娘与杨妃又算是什么回事 你就是李玄月对吗 中凡问 玄吉九也 九月就是玄月 可以这么说 李九月沉默一下道 什么叫可以这么说 是就是 不是就不是 周凡道 崇娘为什么又与杨妃有同一绝人天赋 李九月又饮了一口酒 周兄 你不用急 我会把所有事情都给你解释一遍 只有杨妃身边的亲信知道她怀的是双胞胎 她不打算让别人知道这件事 就算大卫天子也不知道 直至她生孩子那天 悲剧发生了 她生下的是龙凤胎 哥哥先出生 妹妹跟在后面 只是生下低哥哥没有一会就死了 死了 周凡又是正了正 是因为双绝人天赋 李九月叹气道 哥哥的双绝人天赋爆发的迅速 快得杨妃没有反应过来 她是羞逝 生孩子并没有让她变得虚弱 她很快检查了妹妹 不知是不是因为双胞胎的原因 妹妹与哥哥一样都是双绝人天赋 他们身负皇室的大日焚燕体与杨妃的大梦千春秋 这是多么罕见的情况 寻常皇室子弟觉醒大日焚燕体的都很少 更别说身负两种厉害的绝人天赋 只是周兄你也知道 双绝人天赋就是一道催命符 她带走了哥哥 妹妹也命不久已 周凡忍不住为那两个孩子感到悲哀 多绝人天赋的可怕 她当然知道 要不是因酒帮忙 梦梦这三绝人天赋的绝人很难活下来 不过杨妃她创造了一种秘书 这秘书让她的女儿得以活了下来 离九月缓缓到 第1637章九月与虫娘 周凡心想活下来的女儿可能是虫娘 但126皇子又是怎么回事 李九月微微抬头 看着有些灰蒙蒙的天 她继续说到 杨妃的女儿没有梦梦那么幸运 杨妃寻来解决双绝人天赋的秘书 存在很大的缺陷 但她当时没有选择 因为她女儿的第一种绝人天赋已经爆发了 她儿子在出生时候就直接爆发了 她怀疑自己女儿同样无法支持多久 所以就算存在缺陷 她也只能替自己女儿做了这样的选择 装绝人天赋的问题在于力量强弱不同 打破身体平衡 在身体发生争斗而导致害死这个绝人 李九月面容苦涩到 周兄你之前提过三种让多天赋绝人活下去的办法 都需要强大修饰才能做得到 周凡微微点头 那三种方法都是英九告诉她的 第一种是封印绝人天赋 第二种是玻璃绝人天赋 第三种是患肉身 还有第四种 只是第四种是英九所创 根本就没有可复制性 我不知道她当时有没有想到这三种方法 但就算想得到 以她的修为境界 就算请书院圣人帮忙 恐怕也无法做到 她想出的办法与周兄所说的方法都截然不同 李九月又是叹气 她都不知道自己叹了几次气 她的办法有些思纳患肉身之法 但又不是彻底患肉身 别说大日焚焰体与大梦千春秋都能够跟随人混到新的肉身 这办法也是不行的 她的秘书利用了死去的儿子 也是她唯一能想到的办法 利用了死去的儿子 周凡微知感到惊讶 怎么利用死去的儿子 也是幸好她因为女儿的病 没有心情处理儿子的尸体 而是将之冰封起来 否则这办法就行不通了 李九月说 绝人天赋很特殊 越强大的绝人天赋与人魂关联就越大 一旦那绝人死去 绝人天赋就在身体消散 是不是所有绝人天赋都是如此 我也不知道 但她说她当时检查了儿子的尸体 儿子绝人天赋都消失了 现在想来 她的办法就是因为儿子绝人天赋消失而想到的 她施展自己的大梦千春秋 潜入女儿的梦中 在梦中将自己女儿的人魂分成了两半的同时 将最先觉醒的绝人天赋大日焚焰体打入一半人魂中 然后梦里发生的事情作用于现实中 女儿的人魂一半被她使用秘术分到了儿子的肉身之中 而就似她设想的那样 大日焚焰体就跟着自己女儿一半人魂迁移到了儿子的身体内 而另一半人魂依然留在了女儿原来的身体内 那一半人魂后来觉醒了大梦千春秋 双绝人天赋的问题就这样被解决了 而且因为是双胞胎 人魂与肉身的融合也没有任何问题 周凡泽泽称奇 这办法确实很巧妙 巧妙到出乎她想象 要不是因为双胞胎的原因 一个小孩人魂与肉身的融合 也绝对不会如此顺利 但她心都为之颤抖起来 她已经隐隐将所有事情都联系了起来 她明白李九月为什么说与李重娘分不开了 这成了一魂双体 李九月就是哥哥 李重娘就是妹妹 只是这究竟算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 还有他们 她颤抖着手 喝了一杯酒 她也不知自己该不该高兴 后来呢 李九月同样在饮酒 这个秘书的第一个问题在于 人魂被分成了两半 瘦数同样被分成了两半 不过幸好 李氏一族素来长寿 魏美的瘦数更是达到了 李氏一族的顶点300岁 所以就算分成两半 魏美的瘦数是150岁 比起早妖 已经是不幸中的大幸 周凡脸色变了变 孟梦也是流着李氏皇室的血液 她忍不住问 那孟梦呢 孟梦出生的时候 我们就替孟梦做了测试 同样是300岁 李九月回答 周凡感到有些头痛 初始瘦数300岁当然是好事 但李氏皇室的成员都存在一个问题 那就是无法踏入道境 也就是说孟梦同样可能无法进入道境 最多活300岁 300岁对普通人来说 这已经是很长命的了 但对实力强大的修士来说 只是普普通通的瘦数 虫梁于你也无法进入道境吗 周凡又想到这个重要问题 是的 李九月点头承认到 这是大魏李氏皇室 谁也无法打破的铁律 瘦数被分成两半 只是这秘书一个不算太严重的缺陷 还有因为人魂分开更严重的问题 更严重的问题又是什么 周凡从来没有见过人魂分开在两具身体 他一时间有些难以想象 妹妹出生时是女子 她的人魂也是女子 李九月道 但她的人魂有一半分在了男子的身体内 这两半人魂还是紧密联系 心意相通 魂分两半 有两具男女身 这样的情况绝无仅有 这会使得本来只是婴儿的她长大之后 混淆了性别 无法辨别出自己是词是雄 是阴是阳 是男是女 不词不雄 不阴不阳 不男不女 李九月扭头看着周凡 沉默了一下道 周凡脸色复杂 她一时没有想得到 但李九月这样说 她才明白过来 确实会造成这样的现象 因为有两具身体 要是杨妃生的是两个女婴或男婴 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 李九月又是叹了口气道 是呀 要是姐姐就好了 周凡有些遗憾道 李九月瞪了一眼周凡 周兄 你这样耍流氓 我很生气 你就是想睡双胞胎姐妹花 是吗 周凡恼火道 我没有瞎想 我只是随口说说而已 你别胡说 还有你究竟是男是女 周凡又是一脸交集问 她在梦中可是被虫娘趴了的 但要是李九月已经呈现男性一时 或男女通杀的双性恋 那她算什么回事 我可是钢铁直男来的 怎么能被一个双性恋趴了呢 周凡想着心情更复杂了 她有种抓狂的感觉 我当然是女的 李九月有些羞涩到 娘当年就担心我成了不男不女的玩意 所以为了帮我纠正这个问题 替我想了很多办法 因为杨妃出身乡野 她更喜欢她换她娘 所以她一直这样称呼她 她跟我说 她本来想着要不要把我变成男的 但想到我人魂形态是女的 就不敢这样做 而是让我坚持自己原来的性别 第1638章两个画本 杨妃想到的是什么办法 周凡面露好奇问 这可关乎着重娘的性别问题 李九月道 办法有很多 娘她在我成年之前 下了命令 不让我使用太多男儿身 为了做到这点 每天大多数时间让男儿身沉睡 只有少量时间才让男儿身起来 你的意思是你另一半分魂睡觉时 另一半还能自由活动 周凡亚一道 是的 李九月点头说 娘也是慢慢摸索出来的 她不是很明白各中原理 只是猜测可能与大梦千春秋有关系 不过娘怀疑 如果我的两个身躯有一个被杀死 另一个也会死 因为我的两个分魂一直是保持一致的 并没有分裂出另一个我出来 本来娘还担心我的分魂会分裂出两个我来 结果根本没有这样的事发生 周凡也是心里面感到惊讶 如果让她来想李九月的成长 那她也会猜测李九月会出现人格分裂的问题 没想到居然没有 这也可能是大梦千春秋的原因 比起大日焉体 大梦千春秋与人魂的联系更紧密 除了让男儿身沉睡 娘还吩咐 衣食住行方面都要偏向女性的 如照顾我的只能是侍女 房间也布置成闺房的形式 胭脂水粉这样的东西更是从小就接触 还有比较关键一步就是 说到这里李九月感到有些羞涩到 服食药物 压制男儿身那玩意成长 让她一直保持小孩子形态 这些做法能无时无刻提醒我是女人 保持小孩形态 朱凡差点大笑出声 但看到李九月那不善的眼神 她又强自忍住了 她心想为什么不干脆切掉算了 但又想到切掉了撒尿也不太方便 李九月低着头转移话题道 唯独需要在很多人面前露脸的时候 才会以男儿生出来走动一会 娘死之前也为我做了安排 把她在进宫外的所有东西都交给我 使得她死了之后我能够安全成长 要不是这样 我早已被我那些皇兄杀死了 李九月脸上闪过一丝忧伤 不过她很快笑道 钟兄 你还记得你第一次扑到我 然后怀疑我是女人的事情吗 记得 钟凡干笑一声道 要不是她心里认为李九月是女人 那颗甜狗食就不会发生作用 其实那时我就是以男儿生来行动的 因为我已经长大 性别意识已经固定 就不用再长期让男儿生沉睡 不过为了提醒我是女人 所以我在胸口塞了棉花 并用上了一些香粉 李九月眼带笑一道 所以钟兄不用怀疑 你扑倒的就是一个男人 钟凡嘴角扯了扯 过去的事提来做什么 过去了就让她过去吧 这都成了我的黑历史 她有些心塞地想 钟兄 李九月扭头看着钟凡 她双眼就四散发着光芒 也是在那时候开始 即使那时我长得很丑 钟兄还没有见到我的真容 但钟兄怀疑我是女子之后就喜欢我了 这说明钟兄不是一个看外在的人 喜欢的是一个人的品质 这点让我很喜欢 钟凡 钟兄 你这是什么表情 我说的不对吗 李九月正了一下问 钟凡默默喝了一杯酒 她坦诚道 我想有些事情你误会了 那次我喜欢男儿生的你是因为我中了一种秘术 我没你想的这么高尚 我真正喜欢你的时候 是你恢复女儿生的时候 当然我也不是那种贪恋美色的肤浅人 我喜欢虫娘 钟凡饿了一生 这个我也说不清楚 李九月有些傻眼了 她没有想到会得到这样的回答 她有些羞脑道 你这人怎么这么老实呀 你就不能骗骗我吗 刚才我也想过要不要骗一下你的 钟凡道 但我实在不忍心在这种事情骗你 李九月默默看着钟凡 她嘴角微翘笑了起来 你笑什么 钟凡心里有些忐忑问 没事 李九月道 那就当是我先喜欢你的啦 在她看来没有区别 毕竟天良成那段相处时光里 她确实是喜欢她的 即使她是后来才喜欢她的 但这样更好 这正表明她喜欢的是女子的她 钟凡听到李九月这样说 她感到有些怪异 但一想到这本志是虫娘的灵魂 她就感到满心欢喜 忍不住傻笑出声 不许傻笑 李九月鼓了鼓嘴道 虽然是我先喜欢你的 但以后对人说起 也要说是你先喜欢我的 那怎么行 周凡连连摇头 我还准备写一个公主爱上我的画本小说 你敢 李九月瞪了一眼周凡 这一眼很妩媚 但偏偏是辣黄脸男子抛的眉眼 周凡感到有些心塞 虫娘 你就不能换你的女儿身过来吗 李九月笑道 你就想得美 我的女儿身可不在这里 在天灵道照顾梦梦呢 你能分开两个自由活动的吗 周凡好奇问 要是这样 那不就等于是两个人了吗 当然不能 我只有一种意识 现在我和你在说话 很远处的虫娘也能控制 要是想专心点 就干脆让她睡觉去了 李九月回答 那我明白了 周凡道 她当初见李九月与虫娘同时赛场 都是一个人魂自如控制的 如果长期锻炼过 一心两用问题也不大 周凶 李九月脸上笑一收敛 虽然现在我是女性一时占据主导 但分魂与绝人天赋问题都很难解决 我也许一辈子都拥有两具身体 我这样的状态 你真的能接受吗 她这次以男儿生来见她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不想影响她的判断 万一她说无法接受 那被拒绝了双方或许不会那么尴尬 周凡认真看着李九月 我不认为这个是问题 可是说不定有一天我出现了男性意识怎么办 李九月面露优色说 她说她的命不辞不雄 不音不扬就是因为未来的事情她也说不准 周凡沉默了一下道 我认为不会的 但如果真的有那一天 我们就做回兄弟好了 到时我就写一本我的妻子成了我的兄弟画本 第1639章大战起 周凶 李九月无语宁耶 他来之前本来可是很担心周凡无法接受这个事实的 现在周凡说能接受她心里很感动 是不是觉得我很好 周凡笑着问 才不是咧 李九月平复了一下情绪 他故作不满道 我有些失望 我本来以为你会说就算我成了男人 你也会一如故往喜欢我 谁知道你居然说我要是成了男人 你就要跟我分开 可是我真的无法喜欢男的 周凡嘴角扯了扯道 你饶了我吧 李九月扑痴笑了出来 周凡也知道他是开玩笑的 同样笑了起来 两人笑了一会 李九月忍不住道 周兄 我好想抱抱你 不行 周凡忍住翻白眼道 你现在是男儿身 我们搂搂抱抱算什么回事 你这么快就嫌弃我了 李九月哼了一声道 谁叫你这笨蛋 用一个男儿身来见我 周凡有些恼火道 李九月心里面也有些懊悔 不过他很快害羞道 不准你老是想那种事 当初你在梦里的时候 可得大胆的很 周凡想脱口而出时还是忍住了 不仅仅是因为这话太露骨了 而是因为现在是男儿身的李九月 他感到有些不适 果然自己喜欢的人 有两句男女身体还是有些麻烦的 他有些惆怅想 当然他有碎空骨 穿梭监狱过去见虫娘也不是很难的事情 但这样做会不会显得他太急了一些 还是先缓缓 杨妃 就是你娘她看到了什么秘密 真的没有告诉你吗 周凡换了一个话题问 没有 李九月摇头道 他为了保护我 把那个秘密藏在心里 直到死都没有告诉我 那夜进都大乱时 我曾经入宫找到了父皇 想问出这个秘密 可是没想到他能在紫园殿内使用通天境 你这样做太危险了 周凡听完后有些后怕道 我知道了 所以你才会让女儿身的虫娘跟我说 以后也不见我了 要是当时大卫天子不是手下留情 恐怕虫娘于九月都死了 可是娘死了 就算危险我也想问个清楚 要不是这样 我也不知道娘是因为通过入梦看到了她的秘密才死的 李九月叹气道 从进宫出来之后 她慢慢想通了 她没有必要因为那个大卫皇室秘密而把自己一生都搭进去 娘本来就不想她这样做 而且以后想找到那样的机会恐怕是不可能的了 大卫天子不想说 谁也奈何不了他 大卫天子守着的秘密是什么呢 周凡心里面也感到很好奇 但她很快摇了摇头 不再想这事 六月的天 黑水都护府还是飘起了小雪 七岁雪花纷纷扬扬如柳絮如棉丝 这在一年四季都下雪的黑水都护府并不奇怪 边境凝至紧张的氛围也没有因为这场小雪有所缓解 这数天时间内双方舞者小队的摩擦斗争越来越激烈 就在昨天还爆发了一场小规模多个小队参加的战斗 周深深 微小 厚十三剑 寿侯 熊飞秀 张李小胡他们聚集在主营地内 听着参谋们在激烈争吵 他们都脸色沉重 因为他们的探子汇报 西梁十六营已经聚集了八营在边境上 八营就是八十万大军 而韩北道这边的大军数量才勉强凑够十万 而且其中还有一半连五者都算不上的普通士兵 这样的兵力差距实在太大了 尤其可怕的是 那边统领大军的还是用兵如神的罗征天 其实这段时间参谋们商量了无数次 在兵力悬殊的情况下 不管是不是罗征天率领大军 他们都没有胜算 其实韩北军可以做的准备都做了 现在参谋们商量的是西梁军那边什么时候会发动战争 有的说不会这么快 西梁可能会继续增兵 有的说西梁军都已经来了一半 估计就是这两天开始出兵了 就在争论不休时 几乎天崩地裂的声音响了起来 咒深深他们都是毫不犹豫就冲出了主帐篷 他们看到的是北边黑灰的天空都被照亮 密密麻麻的火星朝他们这边飞来 那是数十万只的火伏剑 啾啾啾 边境上布置的伏阵亮起巨大的青色光幕 火伏剑发出多多声砸在了青色光幕上 青色光幕隐隐震颤着 西梁军骑着战马朝着韩北军阵营发起了冲击 那天崩地裂的声音源自马蹄 韩北军营的人或骑马或直接把族朝边境上奔去 韩北军的所有人都是明白 西梁军终于发起了总攻 火伏剑一轮轮射来 密集得犹如空中飞舞着扶阵 西梁军对边境布置扶阵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冲击 扶阵偶尔被撕裂 就会涌进一群西梁军 这群西梁军一出现 就会被韩北军蜂拥而上厮杀在一起 至于扶阵裂口会尽快想法赌上 攻防战在战争开始的瞬间变得十分激烈起来 只是韩北军这边很快感到了压力 西梁军比想象的要多 扶阵的裂口越来越多 西梁军骑着战马从裂口中冲进来 韩北军已经赌不上扶阵裂口了 到处都是厮杀的人 呆呆呆的雪地都被鲜血染红 咒深深他们同样在奋力厮杀 只是在这种大型战场中 个人的力量也变得有些渺茫起来 尤其是西梁军同样有修士高手 修士高手捉队厮杀 根本无力他顾 不对不对 张李小胡在咒深深帮忙下杀死了一个修士之后 他扯着嗓子喊 那张英俊的狐狸脸都有些扭曲起来 这绝对不只是八个军营 十六个军营恐怕都全来了 咒深深看着被撕裂的就好似四年漏风的扶阵 觉得张李小胡说的没有问题 如果只是八十万兵马 他们布置的扶阵不会在短短时间被撕裂得四现在这样子 撤 咒深深毫不犹豫到 他们本来就做好了守不住的准备 这边境防线只是想用来尽可能消耗西梁军力的而已 只是没想到这个战略意图也达不到了 再不撤恐怕就要全部死在了这里 趁防御扶阵没有完全崩溃前 他们只能撤了 咒深深就是可以负责下令撤退的人 空中升起一团光芒 到达高空时化作冰蓝光芒的巨大火焰 这是撤退的命令 韩北军在各营将军们的率领下 开始撤退 西梁军继续追杀 只是韩北军在路上布置了陷阱扶阵 西梁军的追杀脚步不得不停了下来 眼看着韩北军撤离 第1640章西梁兵力 却地上的西梁军停下来 各营将领腰和催促队里的武者扶尸 排除地上的扶阵陷阱 只是扶阵陷阱可是韩北军花了很多时间埋下 撤退时才激活 西梁军想排除地上的扶阵陷阱 也不是一时半会能完成的 此次攻防战役 韩北军就算及时撤退 也不可避免留下一些人进行断后 给撤退的队伍拖延时间 才能顺利激活扶阵陷阱 也因此 西梁军算是取得了小胜 不过这小胜很关键 因为他们击破了韩北军的边境防线 接下来韩北军想在四在边境那样布置扶阵防线 那就没有这么容易了 就算真的布置了 也会似刚才那样被瞬间打破 韩北军没有想到的是西梁军这时来的不是八营大军 而是来了十三营大军 其中五营大军一直与八营大军融在一起 如此多的人数 韩北道的探子们短时间内也无法分得清 他们都被骗了 十三营将军正聚集在一个主帐篷内 而坐在主座上的就是罗征天 由于知道了那韩北道主中凡已经是原神境 为了避免中凡过来行那刺杀之事 这商量军事的主帐都是不断在各营之中变换 待商量完事情之后 就算是十三营将军都不知道大将军的位置 在战前有将军提出 以大将军的替身为诱饵 引用韩北道修士来偷袭 但这办法很快就被否决了 因为就算是大将军提身 一旦死去 说不定也会被潜伏在西凉军里的 韩北道探子借此乱传谣言闹事 从而引发骚乱 他们没必要用这等阴谋来冒险 在战前 罗征天就做出了此战的战略 用十三营大军以摧枯拉朽之势 把韩北道夺下来 这样的战略很简单 却很粗暴有效 要不是大劫征兆出现了 罗征天还会加多两营大军进来 只留一营大军在西凉国 不过十三营大军就足够了 韩北道那边即使做了各种对策 但心里面肯定没有想到 罗征天会在这场本来就力量不显著的战争中 投入这么多的兵力 而投入这么多兵力的理由只有一个 加快战争的结束 看来他们一直都没有死守边境防线的打算 罗征天淡淡道 之所以会如此说 那是因为要是打算死守 不可能会在路上布置那么多的浮阵陷阱 这些陷阱就是用来阻扰西凉军追击用的 大将军 韩北军莫非真的想与我们打游击战不成 一个将军笑着说 他们兵力以我们有着十倍以上的差距 他们只能寄望于用韩北道酷寒的环境 利用游击战来拖延时间 又有将军冷笑着说 对于韩北军会打游击战 帐篷内的将军们没有谁感到太出奇的 并为此做好了准备 只要韩北军敢来骚扰 他们就敢出击将之消灭 他们拥有很多的兵力 分出一些与韩北军玩完根本算不了什么 边境已破 他们下一个目标就是攻下木花县城 只要攻下木花县城 以木花县城为核心 慢慢残食掉木花县的乡里个城 攻下木花县城之后 就是黑水都护府的西石县城 最后是黑水都护府的黑水城 黑水城一旦被攻下 整个黑水都护府就算是沦陷了 黑水都护府攻下 他们就可以绿大军直下夺取韩北道城 因为怪诀的存在 很多国家地域都是以一个核心散发出去形成的管理 小核心又拱位着大核心 一旦核心被攻下 核心内的各城想再夺回来 这个核心那就难了 譬如一里的十多二十个村子 就算将其所有巡逻队聚集起来 也不可能攻破一座里城 在这种核心城市资源高度集中的情况下 核心下的各处能做的就是在核心没有攻破前赶去救援 西梁军只需要夺取县级以上的大城 县以下的城镇暂时不用理会 可以慢慢蚕食掉 他们压根就不用担心遭到核心城之下的各城包围情况出现 现在只需要等把地上扶阵陷阱拆除 他们就可以继续横扫整个黑水都护府 周凡飞在高空上 看着那密密麻麻如一般的西梁军 他不能降得太低 因为西梁军肯定有侦察上空修饰的器具存在 飞得太低 很容易被发现的 在边境未被攻破时 他就通过碎空谷从监狱中快速穿梭传送了过来 期间他数次利用幻术隐身等办法混进西梁军营 试图将罗征天寻出来 想法杀掉罗征天这个主帅 但罗征天太狡猾 西梁军数量庞大 想从其中将主帅寻出来 无疑是大海捞针 他数次尝试进入西梁军核心地带 却差点被西梁军的侦察器具发现 只能后退 他本来有机会在军营中大闹一场 但这样做会暴露他的行踪 让罗征天更加提防他 所以他就忍住没有这样做 而是想寻找机会 只是眼看着边境线已破 他还是没有寻到罗征天 这样再寻下去 就没有多大意义 他当然也考虑过利用龙神血的快速恢复能力 咬住西梁军来杀 但这么庞大的军队 他一个人要杀到什么时候 而且对方知道他有着原神境的实力 肯定会准备了应对他这样修饰习营的方案 恐怕他杀不了一会 西梁军就想出办法来应对 就算他有自信能离开 这样一来就暴露他的行踪了 有些得不偿失 周凡左思又想 他只能暂时放弃暗杀的打算 换另一个计划 西梁军来了13营 韩北军退守到西梁军暂时没有追来的地方 才停了下来歇息 各营参谋主将都被聚集了起来 各种各样的消息汇总过来 他们才得出了一定的结论 在刚才那场大战之中 他们折损了一万五千的兵力 要不是撤退及时 恐怕已经全部被留下来了 得知西梁军来了13营 帐篷内的气氛就变得沉重起来 兵力悬殊差距到了十倍以上 这实在太恐怖了 这可怎么打 有一个将军声音嘶哑问 各个参谋都是看向周深深 温小这些人 他们得到命令 做过西梁军兵力悬殊应对的预备战术 但这实在有兵力支援的情况下 才有成功的可能 但支援的兵力在哪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